印度的人口为13.26亿人 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人口大国 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其中男性人口6.237亿 女性人口5.865亿 印度的平原约占走面积的40% 从喜马拉雅山向南 一直深入印度洋 北部是山岳地区 中部是印度河 恒河平原 南部是德干高原 及其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 山地只占25% 高原占1% 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 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 不仅交通方便 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 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升整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印度平原面积大约150万平方千米 中国平原约占总面积12% 大约115万平方千米 印度大部分平原属热带季风气候 降水众多 南部高原海拔较低 大部分可作为耕地 因此印度的耕地面积是大大多于中国的 是亚洲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中国可耕地18亿亩 印度目前可耕地24亿亩 比中国还多6亿亩 该国面积仅是中国三分之一不到 但耕地却比中国还多 如果印度的平原全部合理的利用起来 能养活的人口估计可以突破20亿 中文字幕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